中国突然向全球突然宣布 太老跨近列车正式开通运营 通车画面曝光现场彻底沸腾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有句俗语叫 铁路一响黄金万两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地区和城市拥有铁路的话 那么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过程中 就会抢占先机 而眼下泰劳铁路的即将运行 让以新球发展的泰国 拥有了进一步加深与华合作的机会 近日中国铁路局宣布 由中国成建的曼谷阿批瓦中央车站 至老挝万象坎萨瓦车站的跨境铁路 将开始进行运行 进行为期两天的实行 在列车运行当天 现场民众彻底沸腾 毫无疑问 无论对于泰国还是老挝来说 这都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改善两国的物流系统的同时 还能带来巨大的经济 贸易和旅游效益 但如果以更大的视角来看 在中老铁路已经开通的情况下 推动连接上泰劳铁路 这也代表着 从曼谷到北京的铁路即将实现 如此一来 则会进一步会深化地区互联互通 对于泰国来说 打通中泰两国的直接铁路运输线路 无疑是其目前最想实现的愿望之一 毕竟中老铁路为老挝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和动力 泰国可是亲眼见识过的 现如今 中老铁路示范效应预方明显 泰国则是享受中老铁路红利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中老铁路开通后 泰国农产品最短两天即可到达中国境内 据统计 2024年以来 经中老铁路进入中国的东南亚水国累计超过了10万吨 同比增长近120% 泰国榴莲则凭借中老铁路实现了对华出口大幅增长 2023年 中国进口新线榴莲约142.6万吨 价值约67.2亿美元 泰国就占了92.9万吨 占比超65% 45.66亿美元 据泰国方面预测 2024年该国经中老铁路出口中国的货值将达到120亿泰铢 继续保持泰国边境和陆路跨境贸易第一大市场的地位 因此 泰国强化国内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享受中老铁路带来的红利 泰国正在加大对接中老铁路的各项工作 其中 最大的手笔在于中泰铁路项目 该铁路从曼谷出发 终点在老泰边境的廊开 通过湄公和大桥接入老窝境内 对接中老铁路 全长约610公里 按设计时做250公里的标准新建标准轨铁路 总投资约5200亿泰铢 约合人民币超1000亿元 其中 曼谷之赫勒段计划在2028年建成通车 赫勒之郎开段计划在2024年开工 2031年投入运营 届时 中老泰联通发展不想将成为现实 为中国东盟产业链合作 奠定监视基础 然而 中泰铁路受到资金等因素影响 距离开通时间还很久 无法解决目前贸易增加的需求 所以 泰国正在联合沿线国家利用 既有铁路提升货运能力 如从2024年6月开始 串联中老泰马的东盟特快货运列车 顺利开行 这趟列车贯穿整个地区的新贸易路线和内陆港口 在运营成本和运输时间上优势明显 单程仅需9天 比海运节约43%到64% 物流成本将低约30% 这使得泰国在中南半岛物流中转基地的地位更加明显 此外 泰国和老挝已经达成共识 将从2024年7月正式开行跨境各运列车 运行时间约10小时 这条线路开通后 将大大促进两国的边境贸易 促进人员往来 最为关键的是 这条线路可以连接中老铁路 形成泰国往中国的旅客运输通道 推动泰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 贸易和旅游方面的合作 然而 泰国境内既有铁路网也存在不少问题 目前 泰国境内铁路均为迷归铁路 大部分是在100多年前修建 技术等级低 不仅速度慢 运量还低 此外 再建的中泰铁路项目属于高铁 客运为主 几乎无法承担大规模货运 再加上泰国境内铁路 需要对接马来西亚境内各大港口 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才能强化泰国在中南半岛铁路网的地位 在此背景下 泰国国家铁路局批准了三个副线铁路项目 全长约680亿公里 预计总投资接近1635亿泰铢 泰国这三条铁路主要是通过修建副线的方式提高运输能力 总投资约1635亿泰铢 其中 灯菜 清来 清脉 清脉副线建成后 可形成中老泰第二铁路通道 目前 曼谷至清脉已经建成了铁路 开行了列车 但也面临标准低 速度慢的问题 所以 泰国计划与日本合作 新建曼谷至清脉高铁 总投资约4200亿泰铢 约合人民币825亿元 但已经处于停滞状态 灯菜 清来 清脉副线铁路 全长约322公里 总投资约730亿泰铢 约合人民币146亿元 其中 灯菜至清脉段近期获批 全长约189公里 总投资约298.35亿泰铢 这条负线铁路建成通车后 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各大城市 如清脉 清来 清空等之间的联系 将更加紧密 可形成万古网清脉 清空等地的运输能力将大幅增强 该铁路还可对接老窝境内的会晒口岸 进而延伸至中国境内 将来有机会形成中老泰第二铁路通道 对接马来西亚则是强化泰国铁路地位的关键 目前 马来西亚境内马东铁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预计在2027年投入运营 届时 运输效率将大幅提升 运输能力也大大增强 再加上马来西亚东起两岸港口较多 吞吐能力还是比较大的 如巴深港 宾城港等 如果泰国境内铁路运输能力跟得上 未来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可通过中老铁路进入泰国境内 再接入马来西亚机油铁路网 从宾城 巴深等港口实现海铁连运 不再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大大节约运输时间 所以 泰国近期批准的三个项目中 有两个项目位于泰国南部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春鹏 苏勒塔尼复县铁路 全长约168公里 总投资约和人民币60.37亿元 苏勒塔尼 河爱 宋卡夫线铁路全长约321公里 总投资约和人民币131.48亿元 此前 泰国还批准了河爱 巴东五沙项目 该项目全长约45公里 总投资约79亿泰铸 这意味着 泰国通往马来西亚的两条铁路 均成为双线铁路 运输能力将提升一倍 运输时间也可节省约30% 这将为中老太马铁路运输提供强有力支撑 中国铁路走出去再迎来机遇 泰国国家铁路局虽然已经批准这三个铁路附线项目 但建设资金还需要落实 据悉 泰国计划通过国内国际贷款 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等方式解决项目资金问题 将在今年10月前提交泰国内阁审批 土木工程合同招标将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5月进行 正式施工的周期预计需要5到6年时间 全部工程预计在2031年完工 这些项目建成通车后 泰国铁路运输效能将近一步提升 有助于强化中老太马铁路通告的运输能力和运输效率 不仅可以增强泰国在中南半岛铁路运输中的地位 还有助于中国东盟产业链合作 促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在和中国加深合作上 泰国也确实抓住了机遇 在今年年初 王毅外长收邀到访泰国时 就给泰方送上了一份大礼 吉东泰双方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 自此 中国游客前往泰国旅游 就不用再申请签证 比以往更加便利 陷入京泰老铁路运行顺利的话 也就意味着在未来 中国游客前往泰国旅游时 有了更多可选择交通工具的机会 而且对于泰国来说 好消息还不止这一个 具体来说 也就是泰老铁路的开通 将会为泰国农产品出口到中国 提供新的直达铁路线 要知道 中国是泰国水果的重要出口目的地 因此 在泰老铁路开通的情况下 泰国无疑拥有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贸易往来的机会 顶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发展 不过 正所谓几家关系几家筹 在泰国即将享受到利好的同时 菲律宾的农产品 则可能会因为太老铁路的开通 变得更加被动 道理很简单 前段时间 中国海关总数公布了一组数据 其中显示在今年前四个月 菲律宾向中国出口的香蕉数量 锐减了约三分之一 而究其本质原因 主要是两方面因素影响下的结果 首先 就是受天气变化的影响 菲律宾近年的香蕉产量降低 在物以其为贵的市场调节下 香蕉的价格随之升高 其次 就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下 国际贸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 据北京与水果国际贸易公司相关负责人称 由于中非南海问题升温 很多中国消费者都不愿意购买菲律宾产品 而在非方作识中国香蕉市场的情况下 老挝 越南等国的产品 则迅速填补了这个空缺 而在太老铁路的即将运行的情况下 泰国的农产品占据中国市场份额的竞争力 则更为明显 由此我们显然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采取对华务视态度 积极推动两国互利合作 才能更好的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